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青海果落 一方八岩喀拉山与阿尼玛青山之间的高原净土 一处中国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 高海拔的自然环境经历了上一年时间的演变 造就了这里多样的生态 雪山溶水汇聚成河 从山间留下滋养了一望无际的草场 切割了高低错落的峡谷 草原 森林和峡谷 高原季风吹过不同的风景 像是演奏一首从古至今的交响曲 这里是生命绽放的舞台 也是人类与动植物的共同家园 马多地处青海南部 果落西北部 全境面积约两万五千平方千米 居住着大约一万四千人 地广人稀的马多成为了动植物的乐园 位于马多的黄河乡生态保护管理站负责人 嘉阳多杰 在一次迈出巡护的过程中 发现了五百多头藏野驴 成群迁徙的反常景象 为了进一步弄清 他们集中迁徙背后的缘由 考察队决定跟随嘉阳多杰出发 观测马多藏野驴种群 青藏高原生活的狼属于灰狼里的蒙古狼亚种 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的草原和高原地区 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狼 草原上顶级的捕食者 五百多头藏野驴同时迁徙的反常景象 是否与灰狼的出沫有关呢 突然灰狼开始朝着藏野驴 快速奔跑起来 藏野驴族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队形 草原天气变化无常 一阵沙尘暴突然卷起 藏野驴和灰狼的身影都消失在了沙尘之中 考察队也不得不暂时回到车上 嘉阳多杰告诉考察队 藏野驴体型比灰狼大许多 只需要三五只藏野驴集体迁徙 基本就可以保证自身安全 因而上百只藏野驴集体迁徙 应该和抵御天敌关系不大 在那儿 在前面 他们来喝水了 藏野驴 等到尘土散去 考察队在附近的湖边 再次看到了成群的藏野驴 他们似乎已经摆脱了灰狼的追捕 开始在湖边喝水 进食 歇息 由于这片区域水草较为茂盛 不过一会儿 聚集的藏野驴数量越来越多 之后这边的那个错地恢复得很好 黄河湖今天目前有两万多头藏野驴 这些都是那个地方的卫星的这个生态官和工作做的很多位 草场资源直接关系着马多地区的生态环境 马多多为实质山地 地表历史化程度高 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同时 由于草地保水率低 在强烈的风石和水石作用下 草场极易出现退化 这边的那个下面是石头 上面就几十公分的那个黑土 然后经常不下雨的话 那个土是很干的 然后那边出来的土也很短 不像湿地那样 湿地的话 搓出的也好 搓长的也高 这个中间有一点趋白 家阳多节告诉队员们 近年来 管护员们通过对草场的选育修复 招应控鼠等方法 使受损的草场生态得到恢复与重建 马多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 也让藏野驴等食草动物 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所以才出现500多头藏野驴 集体迁徙的景象 广袤的草场生静 是藏野驴生活的家园 在300多千米之外的高山峡谷之间 生活在原始森林旁的人们 也利用自然资源就地取材 建造出了独具高原特色的居所 斑马 位于青海东南部 地处青甘川三省交界 平均海拔3600米 马科河是斑马的母亲河 发源于果落九制 是长江水系一级支流大渡河正元 经白玉香流入斑马境内 于斑马县隔日泽流入四川壤堂 河长大约210千米支流几十条 河流进入斑马境内后 流速舒缓 两岸形质相似 规模不同的房屋 就是当地的藏式碉楼 藏式碉楼的外观 就像是一座碉堡 几百年前 马科河流域常常有战事发生 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 便将碉堡与民居结合 建造了这种 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民居 古老的藏式碉楼 为何能处立百年依旧坚固 高山峡谷之间 独特的危气候 又是怎样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 带着疑问 考察队来到果落斑马 进行考察 曹敏凯是斑马县 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多年来 他记录下许多藏式碉楼的 影像资料 乃亥太关寨 是他心中斑马 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碉楼 这个是我们斑马目前发现的 碉楼里面最高底层四层 三层二层的比较多 这是四层 这个同时我们经过专家的考证 这是咱们的一个部落的头人 果落乃亥太的关寨 大概距今的话就是四百年了 乃亥太关寨 位于斑马亚尔堂乡 是明末时期当地最大的吐司 果落乃亥太吐司 曾经的居所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整座碉楼 座北朝南共有四层 总建筑面积七百多平方米 咱们进去看一下 咱们这个建筑 你看所有的咱们的碉楼 白码碉楼 它有个特点就是底下翻 上面在 部箱之间就是挤压得比较切实的 比较稳定 传统碉楼的外墙 普遍建造的比较厚 往高处看去 外墙会按一定比例逐步收敛 当地将这种建造方法 叫做收分 收分后的外墙从侧面看 呈下大上小的梯形状 这种结构 降低了建筑的重心 减少了碉楼本身的自重 加强了整体的稳固性 这个大门很有特色 你看这个大门 整个这个门的这块 是三块原木 从中间劈开以后 从后面加这个 这个矛损结构 弄成这个门 这个木框底下和这个 上面这两个木头 直接升到这个墙里的 是石头直接压上去的 这样这个门框是很结实的 相当牢固的 小心啊 台阶 台阶还有一点抖的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门是什么是三把锁锁 咱们所谓的三把锁锁 这是第一把 这几乎就是咱们的这个 原树的这个出租 放在这里 然后第二把 从这插过来 这是第三把 第三把有点特别 就其他两把都是横的 就一路可以打开 这个第三把呢 几乎是在二楼主任 通过主任 它放下来 这个放不下来 对 现在它是上面卡住了 对 放不下来 开关在上面 它就是平时它就放下来的话 那你这两横一中 这个门几乎是不好打开的 即便就是说 这两个你打开了 有这一根柱顶的这 你还是很难开的 从外面往里进 是很难进的 同时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门的厚度 这个门的厚度是相当厚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 这一块道大概有十公分 再加上外面这层 就是二十公分 你要是放在以前 这个就是 苹果这个普通的刀啊 斧啊 砍是没有一时半 或是开不开这个门的 一路几乎就是没有窗户 就包括那通风口也没有 它这通风口就从二路开始了 因为一路出来是生序 养生序养牛羊的地方 你看 这还有这个养牛羊的痕迹 这生序潮就是 撒饲料的 撒饲料的 曹敏凯告诉队员们 坚固的三道门所设计 加上后续的木门 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 我们上啊 侧点手稍微勾点上 好上啊 侧点 你看到二楼以后 就发现啥了 你看 有这种小孔 这个孔我要给你讲一下 咱们刚刚不是在底下 看的时候 这个孔是个 这么个小三角口 感觉它是直的 是吧 所以它斜的 为什么是斜的 你从这往下看见了 很清楚 我从这射箭 干啥 都比较安全 就是要对我来说 是安全的 是吧 在下面想射杀我是很难的 几乎没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 你在底下你也不知道 这是偏左还是偏右 所以你在下面想攻击 这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对防御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 关寨二楼的通风孔 更加强调防御功能 孔身被设计成倾斜的样式 敌方的弓箭 几乎无法射进碉楼中 而己方的弓箭手 却可以调整角度 对楼外的敌人发起攻击 关寨三楼 是房屋主人居住的地方 这里的设计更强调居住的舒适性 然后这里进来以后 咱们就可以看出 跟现在比较接近的就是窗户了 这个窗户好像比下面的大了一些 对 比下面大一个 第二个比较方正 这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求美观了 不是说简单一个通气换气的一个功能了 这个窗户还可以设计这个小门 人家没有玻璃的话 你难免会碰见这个分大分小 这样子的话 这可以关上个小门 就可以打开 同时你看咱们发现这间房子也特别亮 为什么亮呢 你这个窗户第一多了 第二个的话 而且这个窗户也大了 是这么个 还有咱们这个地板你看 一楼二楼全是土地 是吧 土的 这你看就已经有扑上木地板了 这样子的话 你坐在这上面又防潮 又保暖 坐起来也比较舒适 这个天窗上是排烟的 你看 它这个下面是咱们的造具 点起烟以后这个烟还是比较大的 那烟怎么排烟呢 那只能通过这个天窗 等于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化气扇样 这个抽力还是很大的 这个因为没有烟筒 以前咱们现在用的烟筒 以前没有烟筒 就通过这个来抽烟的 这个阳台来也比较有意思 为什么说比较有意思 它是就是咱们这个林子里的这种柳条 看下来以后编织出来这种花纹 它有个特点就是在这往外看是很清楚的 但是从那往里看 几乎看不见这里面 是不是有人没人看不到的 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窗户 你看 它整个这个窗户都是矛盾结构 没有一颗钉子 也没有一个螺丝 也没有现在的什么荷叶 就通过这个棍子这么一支就打开了 所以这里的话夏天成凉啊 是比较好的 出于对空间利用的考虑 三楼通往四楼的楼梯 变成碉楼中常见的独木梯 曹明凯告诉队员们 这种独木梯看似危险 实际上却有特别的攀登技巧 可以保证安全 这个梯子不是这种 这样上 这样上就到正面上倒是很容易绊倒 而且也很难上 这个梯子就这样上 你看 整个脚就踩上去了 就很安全了 同时这个梯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 它这里有个抓手 借力的 抓手你看 看到吧 对吧 手抓得会更稳 更稳 你看我给你上一下做个实验 侧身 侧身这个手勾到这 这个脚就这样侧过来 然后这个手就解放了 解放这个手可以提东西 可以背东西 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 很稳挡 好 你上一下试试 一定要侧身中 你上去注意安全啊 对就这样 对 右手用力 对 身体放松 垂直 身体与楼梯 它们一垂直就 比较好上 好 这是塞霸 塞梁式的地方 像这个 这个杆杆 和这个里面的这个杆子 都是这个塞这个青柯的 打到这里 它这里有个特点 就是咱们这本地 外星有个习惯 就是 青柯下来以后 它不会全部收了 像咱们那一样的话 会把青柯全部收完嘛 然后它会是 自己吃多少 它磨多少 剩下来它就晾到 晾到这有啥来 小鸟可以吃一半 人可以吃一半 这就是和谐相处 像在这 这个这一层啊 几乎就是这个 劳作局了 这边是放粮食的 打粮食的 然后那边呢 是咱们这个 织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织这个牛毛帐篷啊 编织绳子啊 对几个区域 我看这里 这个东西 有一些意思 这个东西 是木头吗 还是 是什么 做什么用的 固定在这里 对对对 它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我们当时发现的时候 还以为就是说 是这个 柳之长进来了 实际不是 实际它在这个建筑 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特意的设计了 这么个东西 这是干什么 这是就是 编织绳子啊 织子穿过来 拉过来 可以像编织 对 等于就是这个 减少了一个劳动力嘛 要不然的话 还有一个人 专门得给你拉着 是吧 像这个地方有两个处 这里也有一处 对 那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 这个 咱们这边不是 就是这个 穿的是这个 脏服吗 脏服在以前的话 几乎就是这个 羊皮 或者牛皮 这个是用来熟皮子的 就是把皮子铺开以后 把皮子上的油脂 而且刮完皮子之后 就会柔软很多 柔软很多 穿到上面就很舒适 要不然你一干以后 那是硬的是 没法穿的 是熟皮子的一个工具 曹敏凯告诉考察队 奶害太关寨 每层都有不同的功能 一层为瓦房和牢房组成 二层以存储粮食 以及仆人和士兵寝室为主 三层为主人居住室 面积较大 是整个楼中最重要的空间 四层是晒场 把粮食晒在这里 可以不受遮挡 保证了良好的光照 通风条件 一山而居 傍水而生 斑马地区的碉楼建造师傅 凭借着独特的生存智慧 合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 建造出了兼顾实用性 与防御功能的碉楼式建筑 曹敏凯告诉考察队 像这样的百年碉楼 在当地还有许多 然而他们大多数 都已无人居住 年久失修 为了对这些老碉楼进行修缮 曹敏凯准备拜访斑马灯塔乡 著名的碉楼建造师傅 裹落折球 寻求帮助 接待考察队的是 果落折球的儿子 果落家宝 他告诉队员们 他的父亲从事了近60年碉楼建造 修缮的工作 不过在几年前已经过世 果落家宝向考察队解释 他父亲生前有六七个徒弟 其中 马干斑马家的碉楼建造水平比较高 现在 他在国家宝宝 我对他要继续 并且藏着我的手 他在国家宝宝 我觉得他要继续 我来说 我来说 他要继续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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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五十五年 曹敏凯希望马干斑马家 能够帮忙修复老碉楼 队员们决定跟随马干斑马家 前往老碉楼进行考察 要想修复一座碉楼 首先要从外墙开始 想要将尺寸不一的石料木料固定在一起 还需要一种古老的材料 黄泥 黄泥是一种绵性很强的材料 由黄土 水 青棵纤维等材料混合制成 能够加强石料之间的连接性 在中央的髒件里还是很多 говорил And Мы在这里 我们在废材料装里cimento 而是我们在这边 主要有事 但是可以拿你的 我们在废材料里 我们在废材料上 那个废材料下 那个废材料 没人 在废材料里 我们在废材料里 碉楼的建造与修复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工作 碉楼的选址 材料的制作 运输 都需要大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马干斑马家告诉考察队 土地类型和水源是影响碉楼选址的两个重要因素 青海 地形以盆地 高原丘陵居多 全省无湿润环境 省内90%的地区都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 马科河流域丰富的水量 为这里村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物质条件 一方面 斑马地区的土地以草地 耕地 林地为主 不同类型的土地一般由山顶向河流方向垂直分布 山坡高处生长出来的牧草虽然矮小 但非常茂盛 在过去 碉楼建造在高处 这里的牧草生长状况 不仅方便居民日常放牧 也能够使大家拥有更好的视野 防御外敌入侵 另一方面 马科河流域是青海水资源 十分丰沛的地区之一 村落虽然靠近水源便于用水 但是每到夏季汛期来临 时常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 很容易遭到洪涝 山体滑坡等灾害侵袭 所以 人们依据地形特点 通常将碉楼建造在山坡或者河谷中 相对平缓的台地之上 始终与水源保持一定的距离 随着斑马人生活习惯的改变 碉楼样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马干斑马家参与建造的碉楼里 许多人家会选择采光更好的透明玻璃 作为窗户 而不是强调防御功能的小窗口 如今 扎小太一家早已不住在碉楼中 却也希望能够尽力维护好 这些古老的建筑 它不仅是先辈们遮风避雨 抵御外敌的栖身之所 也是高原文化的重要载体 马克河两岸的碉楼既是人们的居所 也是高原文化与历史的凝结 而出力几百年的果落奶还太关寨 之所以能够保存完好 离不开当地居民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守护 也离不开碉楼建筑师傅们 以世代相传的记忆和智慧 使这座古老建筑 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从高耸入云的雪山和冰川 到宽广的高原草垫 再到深邃蜿蜒的高山峡谷 果落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力量 也向人们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 与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在同一片天空之下 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 彼此依赖 共同守护着这片高原净土